我们来测试四伏马达 目前我们把四伏马达接在脚位9 接在脚位9的位置 四伏马达在这里 Arduino接四伏马达的时候 因为四伏马达的用电稍微大一点 有时候你的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 你的Arduino是驱动 没办法驱动四伏马达的 目前我们用的是SG90的四伏马达 那我们会用到的积木是这一个 那你先要脚位 然后给它脚位度数 我们先给它90度看看 直行它就会转了一下 那如果我给它 这个是180度的 所以我们最多到180度 我们给它到145度 如果我们给它到35度 它会转满 所以这样可以驱动 基本上是可以驱动四伏马达 如果你要它驱动的顺的时候 一般建议就是接四伏马达的时候 建议你要接外接电源 接外接电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